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是心意拳 代价拳 行意拳 大成拳 包括到我们目前练的 我所谓的几何学 一脉相承的一个关系 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 是我的老师韩玉先生告诉我的 叫对的东西一模一样 错的东西千差万别 什么意思 从心意拳过度到代价拳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 例如在心意拳中的恨天无靶恨地无环 恨地无环是这样调领 很多人都会做这个动作 但坐着坐着就容易出问题 很多人就练成胳膊腿的拳 胳膊腿的拳 它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黄教练这样低一点拉住之后 那个腿在前 你这个调领把 你就挑不起人家来 它不是号称恨地无环吗 地要是有环 我把地都拽起来 那么它是有缺少了什么呢 就变成胳膊腿的运动了 而不是身体的运动 正确的恨地无环 所以这种很容易把对方挑起来 为什么 因为整个下蹲蹬腿的劲 相当于我自己原地起跳 我背一个人都能背起来 那么撞到对方身上 很容易就把对方撞起来 现在在练功过程中 很容易就人就练错了 就刚是手的劲 练来练去就练得不对了 代价心意拳是从心意拳演化过来的 他们就发现这个事情了 于是他们就把他们的拳 就不让你胳膊动了 两个胳膊主贴身 用身体动 用身体动 那么这个劲就很大了 当黄教练稍微架一下 对 这个劲就很大了 它直接可以发出身体的 突撞了一个劲 很容易就把对方撞出去 所以这是代价拳 它废弃了你胳膊的运动 让你恢复整体运动 加微信实用行义 把实用行义的拼音 进入我们的学习群 那么到了李洛能老先生 看到代价拳之后 他学到了身体运动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 但是他发现 你代价拳你老这样 它有的时候可能会短 可能会短 但不说那么 不说那么极端 因为有很多老前辈是很厉害的 他就要求我们把 三体式两肋打开 在这种前提下 依然要有身体运动的这种痕迹 依然要有身体运动 但是呢 后来行一拳 有的人就练着练着 又称胳膊腿的拳 那胳膊腿的拳 还是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两个搭上手 竖着 你这个就是打不出去啊 对方就顶住了 你再跺脚也没用啊 体重过不去啊 就像我们上节课讲的十字镜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身体运动 把身体撞到对方身上 他不就能打出去了吗 所以很多人练着练着 很多人就这样练行一拳 王湘齋老先生发现 这东西不对了 他就废弃了这个 胳膊腿的运动 就让你们直接 就咱们站桩吧 就几个视力吧 保存几个视力 那你就连 胳膊腿都不让你运动了 连套路都废弃掉了 所以这是大声拳 从行一拳演化过来的 一个核心的真谛 就是历朝历代 总有一些优秀的老师 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把这个全种从肢体运动 胳膊腿的运动 拉回到身躯的运动上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 这个事情也是 我们发现 为什么现在传统武术 出功夫出的这么慢 很多人都是练的胳膊腿 和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不是一个健康发展的 一个环境 于是呢 我们就通过我们的教学 科普 包括各种宣传 让大家知道 我们以为的传统武术 是什么 当然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 可能我们的水平有限 能力一般 很多东西说的不到位的 辛苦大家及时的提出来 我们及时的改正 然后以上呢 是讲的心意 代价权 行义权 包括大声权 一脉之中的一个演变 那么大家记住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当你练的对了 那么对的东西 是一模一样的 而错的东西 一定是千差万别的 加微信 实用行义 实用行义的拼音 进入我们的学习群 学习的拼音